慈濟基金会今天下午一点半 在禁思经社成立 苏迪勒台风防灾协调中心 在花莲的置业体各单位 也提早进行防台工作 以严谨的态度 要将台风可能带来的灾害意外 降到最低 防灾协调中心一成立 慈濟基金会同仁 针对各项防灾应变措施 进行讨论 以戒胜虔诚的态度严正以待 因为他在六日 尤其是星期六 登陆台湾的机会是蛮大的 我们希望极早的开始 这一次的一个相关事项的联系跟准备 那目前为止呢 我们相关处事的同仁 都已经结合起来 并且确定好轮值跟相关的分工 那将会依循过往的经验 但是更介绍前程的去密切注意 这一次苏迪勒台风的整个动向 拆下路灯用的太阳能板 收起园艺中心遮阳黑网 为避免造成灾害发生 慈濟技术学院提早进行防灾准备工作 台风来了 台风来了 这风太大了 因为这个要比照龙王台风的标准 所以要把它拆掉 收啦 收 把它收起来 慈濟大学也进行紧急备用电力 供电系统的测试 以防万一 天气顺息万变 虽然目前无风雨情形 提醒民众仍需谨慎看待 做好防台各项准备 大约新闻赵又盈刘洪志翁国家花莲报导